我們趕快來看看這個到底如何自保 這個浩哥我們一起看 這個我們的下午特別去找了這個 我們金管會主委丁克華 那他針對樂生案如何保護小股民 他有他的說法 您快來看這段迪西亞 我們也只是正義局 已經跟投資人保護中心 那邊去跟他們說明了 要說因為投資人保護中心 他可以帶那個就是他的股東 作為一個求償的動作 不過他帶股東做求償 以及等於是團體訴訟的方式 那團體訴訟的話需要20個股東 20個股東去登記 對 所以沒問題 所以他700個或什麼3000人 那裡面只要有20個股東去登記 他就可以幫忙去代位求償 那代位求償就是說去跟他打官司 或者說跨海也可以 跨海就上次我們的經驗 我那時候在吉保的時候 有個叫爾必達的那個問題 也是發生了 他要被病掉以後 他整個是那個價格 整個是歸零的問題 那這時候呢 要跨海 可能打國際關係不是不能打 但是呢會花很多的成本 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但是呢我是曉得 這個白癡肝鬥 在國內有一些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可能值一點錢 所以呢這個地方 我們覺得小股東 可以來打這個團體訴訟 在國內部分我們至少可以保障他 那是不是要去打國際關係的話 那要看那個投資人保護中心 然後他們怎麼樣子跟小股東怎麼樣 negotiate 然後就是怎麼樣去做 因為打國際關係 打國際關係是貴非常多的 我想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先把國內這部分先處分好 然後減少他的損失嘛 我想小股東應該可以放心這一點 之下 我們先把國內 那 好 我們先把軍 說